过得好吗 过得开心吗 开心 特别好 特别开心 大家好 我叫豆豆 今年23岁了 以后我们不打豆豆了 以前也没有想要打 挺好的 挺好的 我叫豆豆 今年23岁 然后很多人会问我 说豆豆 你才23岁 你的抬头纹怎么这么深啊 是这样大家小时候做过眼保健操吗 对 你们会做眼保健操对不对 对 我们老师很奇怪 他不教我们怎么做 他默认每一个刚上小学的小学生 就已经会做眼保健操了 所以我第一次听到眼保健操的那个广播的时候 我整个人懵掉了 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第一节 揉天鹰穴 天鹰穴在哪儿 我不知道 我就问我的同志 我说 王晒 天鹰穴在哪儿 他说 你管他那你揉啊 所以你们的抬头纹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啊 我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 我从小是外婆带大的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种长一辈的老年人啊 他们说话带有很多的那种迷惑性 对吧 会夹杂的一些传说色彩 我的外婆就是这样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家以前小时候用的甚至这种老师的吊灯 那个吊灯是用那个拉线开关的 当时我也不知道我的外婆从哪儿听说的 她说 这个拉线开关你不要轻易的去拉 为什么 因为你在拉动拉线开关的那一瞬间 所产生的电费可以供这盏灯使用一个月 所以当时在我们家只有我的外婆 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去拉动这盏灯的拉线开关 我们家其他人就在这个灯下面围成一个圈 看我的外婆拉这盏灯 像一个非常神秘的仪式 真的我觉得我的外婆都不像我的外婆 但像一个女神一样 手里有光知道吗 我们家小时候冰箱也很有意思 外婆会在冰箱的门上贴一张纸 这张纸上会写着冰箱的每一层都放着什么东西 便于大家快速地找到 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多数传说 我也不知道她从哪儿听的是这样的 就是你在打开冰箱门的那一瞬间 所产生的电费可以供这台冰箱使用两个月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多了一个月 废话冰箱里有灯啊 人家这个开闪太亮了 她是最好的开的 她是最好的开的 所以外婆每一次开冰箱之前 家里只有外婆可以开冰箱啊 外婆每一次开冰箱之前 都会在家里先走一圈 问问大家 有没有什么东西啊 告诉我一起拿出来 然后她会让我穿一个她的围裙很大 站在那个冰箱的门口 准备兜住她要甩上来的东西 她还会问我 你准备好了吗 我说yes 然后她就把冰箱门打开 整个过程不超过五秒钟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冰箱里面是烫的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哈哈 我外婆还会给我传递很多奇奇怪怪的那种冷知识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 但是乍一听都还觉得挺有道理的 比如说 她小时候她会给我穿很大的衣服 三年级就给我穿六年级的校服 她说你这样你到了六年级你还可以接着穿啊 所以我小时候就像一个说唱歌手一样 穿着那种oversize的校服在帮你 真的 那个校服真的很大 小学六年很少有同学见过我的手掌什么样 你知道吗 所以你们知道那些说唱歌手 为什么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手势 对吧 真的唱着唱着突然走到那面前 哎呦 你那小的全都看不见 哈哈哈哈 就是为了让你看她手掌什么样啊 对不对 对 她还会用一些明艳俗语来教育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比如说小孩撒谎烂嘴角 听过 对吧 小孩撒谎烂嘴角 她就是为了警示我不要撒谎嘛 但是你们仔细去想 就烂嘴角这个说法没有什么杀伤力 对不对 我笼共就两个嘴角 我每天撒这么多谎都不够我烂的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真的 再说了烂嘴角就上火嘛 对不对 来一瓶宝宝爱喝的小葵花露不就行了吗 对吧 一天一瓶刚刚好 宝宝去货 没烦恼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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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生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接着往下好不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外婆不让我丢垃圾 真的不让我丢垃圾 我们家最干净的就是垃圾桶 哈哈哈哈 我每次刚想丢一个什么东西 刚走到垃圾桶面前 外婆就会瞪着我 你干什么 哈哈 哈哈哈哈 有用的呀 真的 所以我每次只好把垃圾 装到书包袋里 带到学校里去丢 比赛垃圾分裂还要严格 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外婆的概念里面 几乎所有的东西 都是有用的 而且她的一样东西 简直就是欲罢不能 塑垃圾 塑垃圾 你们家老年人会不会这样 就是一个不常用的东西 要用塑垃圾给它包起来 哪怕是不常用的塑垃圾 哈哈哈哈哈哈 他也要用一个大塑垃圾给它包起来 对吧 而且 我们家的塑垃圾多到什么程度 就是 塑垃圾在它概念里面 就是万能的 对吧 我的外婆用它种花 养鱼 养头发的时候套头上 洗完澡的时候套脚上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什么 洗完澡的时候 你把塑垃圾套在脚上 这样你穿秋裤的时候 可以更加的顺滑一点 哈哈哈哈 我们家塑垃圾多到什么程度 我就这样跟你们说 假如有一天这个世界上 禁止生产塑垃圾 我都很难想象 我的外婆会变得多有钱 哈哈哈哈 外婆现在年纪大了 她也自己也经常会被忽悠 经常会被忽悠去排队 真的老年人特别喜欢排队 你们有没有发现 真的街上有队伍就去排 有队伍就去排 我外婆也是 有时候她都不知道前面 是在卖什么东西 她就去排队 上一次也是 排了半天终于排到她了 小伙子 多少钱一斤啊 阿姨我们这里是瘦楼布 瘦楼布啊 瘦楼布多少钱一斤啊 不阿姨我们 我们瘦楼布 我们是卖房子的 我们这个地段呢 大概是六万八一瓶 我去这么贵啊 不要了 等一下 我排了这么半天 你们送不送什么小礼物了 送来带有没有啊 我现在发现我外婆有个特别奇怪的习惯 就她会相信那个公众号给她推送了一些 所谓的科学养生的一些知识 我的外婆现在特别喜欢拍打自己 真的 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路上的老年人对着你 对我的外婆也是真的 然后我就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我发现她就特别喜欢拍打自己 喜欢撞树 她好像特别享受自己身上坠肉发出声音知道吗 对 但是我观察了很久 我发现她其实并不是单纯地拍打自己 她拍打自己 她拍打自己是成一套肢体语言体系的 我给大家来解读一下 如果你看见一个老年人 一个老太太对着你拍打自己的正面部分 说明她对你是抱有一定戒备心理的 如果你看见她开始拍打自己的侧面 说明她已经放下了戒备 这个时候如果你看见她开始拍打自己的背部 说明她已经敞开了心扉 你们可以唠一些家常了你知道吗 然后我的外婆她这些年一直单身 所以她没事的时候就会去公园里撩一些老大爷 你知道吗 一般都是这样的 哎呀老张啊 今天来的蛮早的嘛 老张啊 炒饭没有吃吧 我给你买了油条豆浆哦 啊 哈哈 你真好 嘿老张啊 明天早上有空不了 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去买菜啊 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我约了杨老太婆一起去跳舞 老张啊 杨老太婆这个人不怎么样呢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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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张那个 油条豆浆一共三块五 哈哈哈哈 你微信还是支付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老张你吃完那个素料袋不要丢哈 哈哈哈哈 大家谢谢 哈哈 哈哈 哎呦 我经常上课说小话被老师抓出来 我爸就是我的英语老师 经常上课就是 豆豆啊 不要吵了呀 来站起来 你看你一吵我把你揪出来 你一个人耽误大家一分钟 哈哈哈哈 全班一共四十五个同学 那就是四十五分钟 哈哈哈哈 你一个人耽误大家一节课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老师的概念里面 这个动作就像一个程度副词一样 哈哈哈哈 带着情绪你发现了吗 seriously 哈哈 really you have to do that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朋友们这段教训通常到这就结束了 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同学敢搭话 敢揭馋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个勇敢无畏的同学站起来 老师那这节课别上了呀 耽误了就耽误了呀 哈哈哈哈 但是到了下课我爸又会说 同学们我耽误大家两分钟好吧 哈哈 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同学他就更加应该站起来 老师我们班一共四十五位同学 你耽误每个人两分钟那就是九十分钟啊 下课笼共十分钟 哈哈哈 你还欠着八十分钟 要不后面两个课你也别上了呀 哈哈哈哈 我小时候成绩特别差嘛 所以我特别害怕一件事情 我特别害怕老师考完师发卷子 哦 你们觉不觉得每一个老师考完师发卷子 就像一个他们的娱乐活动一样 他们特别喜欢掌控那种紧张的氛围 哦 有没有看过咱们国内一些歌唱里的综艺节目 最后导演宣布成绩的时候就是那样 对吧 那个欲说还休 那个一扬顿挫对吧 我爸也是经常就是来到班里把镇子往桌上一放 这一次其中考试啊 你也不知道他在等什么 咱们班 只有两位九十分以上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班长 也不是课代表 那么学习委员你觉得会是谁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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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令我难过的是这一次考试咱们班居然有位同学没有及格 我的天哪 这样的考试你都不及格呀 不想念别念了呀 哈哈哈哈 萝里巴塑班天老师终于开始发卷子了 老师发卷子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 他会在念名字和分数的中间 有一段非常恐怖的停顿 你永远不知道有多久 一般是这样 李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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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这节奏太好了 72 哇你感觉72这个数字是他刚算出来的 哈哈哈哈 哦这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一般是念到我的名字的时候 逗逗 哦 哦 哦 48 对吧你们也感受到了可怕的不是48 这个数字 是之前的这个 哦 哎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哦 像是资料快要死了一样 我觉得我爸发出 哦 这个声音是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声音 他比我的医生发出这个声音还要可怕 医生拿到我的体检报告单 他还会想办法救我 大家谢谢 都懂不懂 what's up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good ok let's have some fun 哇大家的英文都很好的样子 大家好我叫豆豆 前段时间呢我下载了很多的app 用来买菜 我发现现在很多的app 他们的验证方式都很有趣 最常见的就是四个七纽八歪的英文字母 那个x长这个样子 那个h更过分长这个样子 那个k长这个样子 就每一个英文字母都像在参加女团选秀一样 我就经常数错 因为我是个女团爱好的人 我经常错个十几二十次的样子 我就发现现在的算法非常的精确 就是当你错的次数足够多 系统会自动地把难度降低到 跟你智商相对应的等级 我经常三个a一个b通过验证了 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的验证方式 是为了筛选掉哪些用户的 肯定不是我这种虽然愚蠢 但是很有耐心的用户 难道是那些从小学期特别好 见不惯别人自写的特别差的学霸吗 但是他们又是优质用户 对吧 而且这种验证码的存在 会让老师特别的难堪 我小时候就经常被老师说 逗逗你看你这个写的啥呀 字你都写不好 长了之后你能做什么呀 我长了之后可以设计验证码 我努努力还能当个医生什么的 听得懂这个段子的 就是听脱口秀的优质用户 现在还特别流行一种验证方式 就是在屏幕的左边有一个拼图 在右边有个相对应的空隙 你要把拼图滑到空隙里面 这个时候系统会提示你 你用了多少多少秒 击败了全国多少多少的用户 我不知道为什么像我这种 二十三四岁的热血男青年 会不会突然激发出那种胜负的欲望 有些时候我明明通过了验证 我还回到这个验证页面 我要再来一次 刚才是一点三秒 啊啊 not my best I'm gonna try it again I'm gonna be the one 他这个太强了 他这个全靠表演顶下去 我就发现这些APP 他们在被下载下来之后 丝毫的没有想要跟自己的用户保持距离 他们每一个APP都想要全方位的 快速的热情的了解每个用户的喜好 他想要获取你的定位 打开你的相册 打开你的麦克风 前段时间我下载了一个著名的APP 这个APP它会在你想要入眠的时候 播放一些白噪声 比如说下雪的声音 婴儿喝奶的声音 好羊奶 选蓝盒 蓝盒没羊奶 全羊肉配方 好喝又营养 篝火的声音来帮助你快速的入眠 绝 仿佛没有打过广告 这个APP 它居然想要打开我摄像头的权限 哦你是要看看我到底有没有睡着吗 我觉得人和科技之间还是要保持距离的 不然你不会觉得自己下载的是一个APP 你会感觉自己交了一个非常粘腻的网恋的女朋友 她想要读取你的定位 打开你的相册 打开你的麦克风 还有摄像头 对吧 而且每一个APP 跟那些缺乏安全感的女生都很像 他们每天每天会重复问你一个问题 他想要让你对他做出评价 你喜欢我吗 我好看吗 写到评论 来 那告诉别人快点 对不对 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 现代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前段时间我还下载了一个运动力的APP 我听到还特别喜欢下APP 这个APP我研究了一下 你可以在上面云直播自己跑步 这就意味着有人可以云观看你跑步 他们甚至可以为你喊加油 你说到了一次加油 朋友们你们知道 我上一次跑步被别人观看是什么时候吗 是我高中大扫除的时候 跑出去打篮球被我们叫到有人抓住了 把我们在村上跑圈 来呀跑起来 打篮球不是很厉害吗 我觉得跑步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 因为它的过程很长 但我只想让你看到我的结果 我跑完之后瘦了 自我提升了 多少人在朋友圈发的都是跑完之后的路线图 没有人会发自己跑步的时候动图的 开两圈 没有人会发这个的 对吧 而且你们能够想象 几个 我跑着跑着耳机里传来教导主任的加油声吗 哎呀跑起来 打篮球不是很厉害了 我今年24岁了 我发现到了我这个年龄 我跟长辈之间的距离好像慢慢地拉远了 有些时候是被迫的 因为他们越来越不懂我了 我的外婆就不理解我为什么不爱吃早饭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爱吃早饭 早饭在我们生活当中占的比重很小 我们可能一片面包 一杯咖啡 一听的生活就开始了 但是在长辈的概念里面 早饭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 我们家早上要炒菜了 要煮一锅粥 一大锅粥 共一家人喝 每一次外婆把那锅粥端到桌子上的时候 我都会产生一个疑问 我们家有这么多人吗 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my family? 那锅粥从早上六点钟开始煮 差不多到九点钟我去喝 那就不是一锅粥 那就是一锅饭 加了水的饭 湿润的饭 我们家早上喝粥用筷子的 那锅粥厚的 我把筷子插在那个粥里面 那个筷子能够站在那 然后像小区门口的停车杆样 缓缓滑落 我是真的喝不下去 但是我的外婆更不能理解我 为什么到了半夜十二点 我喜欢看一些吃播 现场有喜欢看直播的朋友吗 有喜欢在半夜十二点看直播的朋友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像我这种二十三四岁的热血男青年 到了半夜十二点 身体上有个开关被打开了一样 我对食物的那种渴望啊 Oh my god I'm hungry 真的是 他的语气词全是用英语来完成 而且那些up主 那些那些主播 他们吃的那些垃圾食品 好像越多我越开心 十桶泡面 二十个鸡腿 因为这种事情 你平时敢想不敢做的 但是有人替你做了 你就满足了心中的那种 好奇心和犯罪感 对吧 这种理念你很难传达给外婆 他也理解不了 你举不出那种特别健康的例子 没有人直播的时候喝粥的 你打开任何一个直播软件 没有一个主播会说 各位老铁 今天咱们喝粥 一大锅 我看弹幕里有朋友说 这是饭 这不是饭 这是外婆煮的粥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 朋友们过得好吗 过得开心吗最近 开心 大家好 我叫豆豆啊 我最近很开心的一件事 就是我改掉了一些坏习惯 我已经不在坐地铁的时候 玩手机了 因为我觉得站着玩手机很累 也很伤颈椎 我现在喜欢在坐地铁的时候 做一些别的事 看别人玩手机 游四一个大哥 扎高峰很挤啊 在我的边上用手机看美剧 我就跟他一起看 但是他是戴着耳机看的 我听不清 观感体验很差 我就贴着他 然后这个时候 谢尔多说了一句话 挺好笑的 我就笑了出来 大哥就回头看了我 很生气的样子 我说咋了大哥 你没有听懂吗 大哥说我听懂了 我说那你不笑 他应该听懂了 前段时间有个剧很火 叫《隐秘的角落》 所有人都在看 我也在看 但是我是那种 追剧很慢的人 大家都看完了 我才看到一半左右 我就发现 我身边有一些人 他追剧很快 他就有那种 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有一天也是 我在吃饭拿手机看这个剧 一个同事走过来拍了拍我 哎呀 逗逗啊 你才看到这儿啊 我都看完了呀 哎 你是不是不知道 最后张东升怎么样啊 那我不跟你说了 你到时候说我剧透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剧他看完的 就像他拍完的一样 它只是一个 时间跨度的问题 对不对 我只是完成的 比较慢了一些 我迟早也是要看完的 而且我觉得 这帮人 他们只在追剧 这一件事情上 对时间特别的敏感 因为我感觉身边 从来没有那些 比我年长的朋友 会跑过来都跟我说 逗逗啊 你才24啊 我都48了呀 你是不是不知道 我最后没有嫁出去 没有这样的人 你只要停 让大家为有时间思考 前段时间 我一直在追一个综艺 叫动物世界 我把它当综艺看 很好看 因为我原来以为 它只是关于动物的纪录片 其实不是的 里面有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旁白 这个旁白很厉害 会给每一只出场的小动物 都串上一条故事线 来吸引你继续地看进去 首先它会给大家都 都先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 这只年仅三个月大的肯尼亚师 叫凯文 旁边的这一位 是他的母亲 詹姆斯·琳达 也是整个族群的掌门人 今天将会是凯文第一次参与族群的狩猎活动 他们的目标 是这一只雌性的非洲鹿 阿曼达 这也将会是凯文第一次淋冽到 非洲大草原上 亘古不变的道理 优胜劣汰 弱肉强食 接下来整个四十五分钟 詹姆斯家族都在哪里发呆 阿曼达就在边上吃草 阿曼达心里都等着急了呀 不是双喊要吃我的吗 怎么还不来 谈钱祷告吗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整个画面相对来说是比较静态的 就是一群正在发呆的狮子 和一只正在吃草的非洲鹿 但是穿上旁白 你就想要继续看下去 而且但凡狮群有一丝丝的风吹草动 比如说一只狮子突然站了起来 旁白又起了 阿曼达儼然没有意识到 危险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她靠近 这个时候阿曼达会来个这个 朋友们这个段子我最多演到30岁 往后演身体会出一些问题的 阿曼达在被吃了之后 极大的激发出了凯文对于捕猎的兴趣 八个月之后 她已经成为了詹姆斯家族的捕猎好手 今天他们在大迁徙的途中 遇见了一只老单的水牛 帕巴里阿布拉卡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道水牛就是正儿八经的非洲名字 帕巴里阿布拉卡 阿布拉卡正在河边喝水 他俨然没有意识到 危险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她靠近 凯文从右侧方靠了过去 所有的同伴都读懂了凯文的充满杀气的眼神 刹拿之间捕猎开始 这个时候就会有一段扣人心弦的非洲古乐 伴随着那段旁白继续推进的故事的进行 哇 现在都要比这个了吗 他跟王兵果然是属于左 活太多 他开始拼命 活太多 真的很危险 阿布拉卡嗅到了一丝危险 他开始拼了命地狂奔 殊不知 自己跑进了詹姆斯家族设下的严密包围圈 但阿布拉卡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 他的眼里只有一件事 生存 直接这时 凯文一个箭步扑了上去 每次到这的时候你就知道 整个片子最紧张的时刻来了 我在电视前已经这样了 但是每每到这的时候 画面里就会跳出来一个小老头 一个小老太太在那跳舞 今年爸妈不收礼呀 不收礼呀 不收礼 这个段子我可以演到70岁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叫豆豆 我发现长大了之后的我 变得非常的理智和敏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无意间 听到过别人打电话 我发现如果你没有经历过 他们所处的情境的时候 你是很难理解他们对话的内容的 有一次我听见一个男生 打给他的女朋友 他们应该是发出了一些争执 男生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情绪 直到有一刻他忍不住了 他终于说了出来 我至今没有理解那句话 我不允许你今天这么不开心 我当时就在想 你有什么权利 我不允许你这么恶心 这种都能演出来 很难演 我感觉现在身边的很多陌生人 没有像我小时候那么友善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在路上走着走着 相向而来一位新人 有些时候人会莫名地变得很默契 比如说你往右 他也往右 你往左 他也往左 你左右有个虚谎 他没有吃谎 他当下非常的懂你 他堵住了你的进攻路线 他就是你的最佳防守球员 啊啊 not today I got you 但是通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都会停下脚步 让他从我的身边先过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安全 比较理智的行为 但是前几天我遇到了一个大哥 我们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我往右 他也往右 我往左 他也往左 我左右有个虚谎 大哥不吃谎 我说OK 高手 我就停下来 让他从我的身边先过去 但是这个大哥 他在经过我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举动 他遮我 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原来我觉得双方都没有问题 但是他遮我就感觉 好像是我做错了 我就揣摩了一下他的想法 他应该是觉得 你是不是觉得你挡住了我 所以你才会停下来 让我先过去 我们身边就是有这样的人 他就会先入为主 他是默认为 对方是先做错的那个人 所以我觉得 下次我再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就应该更加敏锐和警觉一点 我可以让你先过去 但是如果你敢择我 我就敢绕回来 说谢谢 这种事不能吃亏的 对不对 我现在有很多不能理解的东西 比如说 现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 会发布所谓的挑战 A41挑战 踢屏盖挑战 大家有没有觉得 现在这种挑战这个词 听起来就特别没有挑战 而且这些挑战 在生活当中 没有任何的应用场景 A41挑战 谁要炫耀自己这样的身材 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你见哪个模特走踢台 是这样走 对吧 你在指了吗 我想写几个字 没有 但我有A41来 你写我这 踢瓶盖也是 对吧 是 看起来很炫了 但是谁要这样开瓶盖 生活当中没有人这样的 男女生出去约会 女生对人说 哎呀 我这个盖子开不开 你帮我开一开 男生说 好懂 你拿好了 站稳了 好吧 哎呀 是不是踹到你A41了 不会有人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 是什么把我变成了 现在这个样子 我小时候还是那种 充满童真 充满幻想的一个孩子 你没听到我感觉 为什么就喷起来 对 我也不知道 父母是会很理智地 来教育你的 比如说大家小时候 有没有被父母 问过这样的问题 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 你想成为一个 什么样的人 你的梦想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 听起来看似 非常地宽泛 但是其实是有 标准答案的 老师 医生 科学家 律师 一般只有这几个职业 能够被称之为工作 其他的统称为打工 我小时候 我就特别想当一个 奥特曼 我觉得奥特曼太酷了 我就每天想 天天想念念想 就那种小孩的 自我洗脑是很强的 以至于有一刻 我就觉得 我可能我就是一个奥特曼 因为我们有很多 很共通的地方 我们都喜欢打架 我们都非常的自信 奥特曼最自信的时候 就是他放大招的时候 我最自信的时候 就是老师上课 提了一个问题 我好不容易知道答案 举手的时候 我们连自信的动作 都一模一样 所以这么重要的消息 我要告诉我身边 最重要的人 我妈 我就挑了一个 很重要的日子 六月儿童节 我就跟我妈说 妈 我觉得我可能 是一个奥特曼 朋友们 假设我是一个 来自影视剧里的孩子 我妈一定会半蹲下来 对我说 哦 我亲爱的小詹姆斯 是的 没错 你就是一个奥特曼 所以你长他之后 会去打败怪兽 战胜邪恶 拯救人类的对吗 哦 我亲爱的上帝呀 我可真为你感到骄傲 对吧 这个场景 你在很多的影视剧里 看起来都还挺合理的 对不对 但是当时我跟我妈说 妈 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奥特曼 我妈是这样回过的 百分百还原 早知道再生一个了 奥特曼 奥特曼你咋这么厉害呢 来 奥特曼你过来 你过来 我不打你 你过来 我问你 你堂堂一个奥特曼 语文就考七分 咋来 你们奥特曼不说话呀 别哭了 今天六位儿童节 我不允许你这么不开心 这两条谢谢 嗨 朋友们大家好 再一个明星啊 我叫豆豆 今年25岁了 其实对于一个男生来说 25岁是一个很微妙的年龄 你生理上的那个开关 基本上就被关掉了 对吧 不会再长了嘛 对吧 我现在妹妹 洗完澡都会 看一看镜子里的自己 OK 我的身高呢 就定格在了1米68 这其实是一个痛点 我现在去坐地铁的时候 和很多女生一样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人 属于我自己的杆子 我心里才会有安全感 我要么扶着它 我要么靠着它 我要么抓的那个吊环 因为我一般抓不到 上面那个杆子 我只能抓到那个吊环 而且吊环一般都会有个广告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挺巧妙 有一次 我印象特别深刻是 我跟庞博两个人 去公司改稿 早高峰非常的急 我们被人流涌到了车厢里面 谁都没有抓到杆子 我心里非常的紧张 果不其然 车一开我就往后倒了一下 然后庞博就扶了我一把 然后他对我说 你可以抓着我的包 当时我觉得我好娘 但是我想 他也没有抓着杆子 他是怎么站住的 我就抬头看他 哇 庞博用手 顶着那个车厢的天花板 像钢铁侠样 他好慢啊 25岁这一年也迎来了 自己人生上的一些 小小的变化 我也交了自己的女朋友 我也发现 其实爱情好像 也不全都是美好的滋味 对吧 我们也在一个磨合的时期 我的女朋友呢 她分不清东南西北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分不太清 对吧 对吧 年轻人不太会用这种 old school的变味方法 对吧 大家都有一套 属于自己的定位系统 找自己的参照物 对吧 我的女朋友 就是三个参照物 全家 星巴克 地铁站 每次的 你会问他 你在那儿 我在全家这儿 旁边有个星巴克 后面就是地铁站 在上海 这三句话 你说得像没说一样 你站在任何一个地铁站 放盐望去 四个星巴克 我女朋友出门以后 她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她只看导航 她只看导航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观察过 一个女生看导航 我女朋友点开 那个手机软件的时候 那个导航软件的时候 她会先跟着那个光标 转上那么一圈 变不住啊 要不就上吧 像一只净化的数码宝贝一样 她得先跟那个光标呼应上 然后她就把自己托付给那个光标 她会把手机卡在自己的胸口 鼻尖锁止的方向 就是目前光标行进的方向 行吗 行吗 行 而且我们都用过导航软件 对吧 你刚点开它的时候 它的GPS信号不是特别的强 会有一些小小的错误 我女朋友大概走出去十米 发现自己走错方向了 她会有一个 非常迅猛的转身 那个转身 你没有玩过那个神庙逃亡 就是那种不做任何准备 没有任何思考 那个转身快的 姚明的防不住 这个梗确实有点直男 阿宁卡卡 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 她说她要去个什么地方 她说她来导航 我就跟她来导航走 到了一堵墙的面前 她停了下来 是那种很淡定的停下来 没有很慌张 没有啊 这是哪里 没有很淡定 感觉她在等这堵墙 感觉她在和这堵墙排队 我在边上 我很着急 我说我们在等什么呢 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这是一堵墙 我知道 但是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不是 你知不知道墙是什么意思 墙的意思 就是拒绝的意思 refuse 秦始皇当年为什么要造长城 为的就是让那帮敌军 来到这堵长城下的时候 走吧 长城 这怎么的 换作是我女朋友 她可能会改写历史 对吧 我看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我看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25岁了 也迎来了自己事业的上升期 今年也办了自己全国的巡演 去到了很多的城市 我发现在很多城市的地铁里 都会有这样一个违禁品宣传片 就是告诉大家什么东西 你不要往地铁上带 我觉得大家大概的意识里 是知道我什么东西 不要带到地铁上的 但是这种宣传片 它往往拍得非常的奇怪 就是会有一个大哥 他拿着一箱子 所有不能带的违禁品 放到那个安检仪上 然后那个安检仪小姐姐会跑出来 这个 然后那个大哥 你们去想 那个箱子里装了汽油 硫酸 烟花 这么大一个煤气罐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 没有一个人 他的爱好是去搜集 所有的地铁违禁品 装在一个箱子里 也不盖个盖子 像一盘菜一样 端到那个安检仪上 说我今天就要富贵险中求 好 好 好 我要比了 进几了 回去了 可以比呢 我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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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箱子里还有一把弩 一把弩 谁要带一把弩上地铁 一把弩耶 cosplay绝地求生吗 一把弩耶 而且你都带了一把弩了 就未必要过安检了吧 会不会太讲道理了 这个杀手确实不太冷啊 你们大概都能想象到 他收到那条任务短信的时候 心里想的是什么 今天晚上八点半 人民广场 国际金融中心 把张氏集团的大公子做掉 不要留下任何的痕迹 人民广场 那还是地铁方便啊 大家好 我叫豆豆 今年25岁了 说实话 我前24年都是相当自信的一个人 心里非常健康 没有任何的焦虑 从小一直被家里人夸到他 见到亲戚朋友都是 哎 豆子挺帅的 挺帅的嘛 小伙子挺帅的 对吧 你们能感受到那种敷衍 在长辈的概念里面 你只要五官没有太大的缺陷 你不要少个眼睛什么的 你都可以不用帅这个字来形容 直到去年我参加了个节目 叫超新星运动会 完了 世界观崩塌了 这帮朋友真的太帅了 对吧 我就发现帅和挺帅的 还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 这个节目他会邀请很多男团的idol啊 小鲜肉啊 练习生啊 我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混在这个里面 对吧 他们的名字你们也应该听过 像什么 于小彤 周俊伟 哇 他们那种帅 真的帅 你知道吗 打在你脸上那种帅 吸引人目光那种帅 就是我就是那种帅 作为一个同性 你看了之后 完全不会记得 你只会觉得 OK 他好自如啊 我跟这帮朋友 待在一起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每天一起训练 录制 核酸检测 我一整眼就知道他们 朋友们 我都开始自我怀疑了 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长成这样吗 他们不但帅 而且非常年轻 我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24岁 我觉得也还行嘛 这帮小朋友 18 9岁出道了 所以他们对每一个体育项目 充满热情 这个运动会 我抱了射箭 还有武术 武术我还选择相对简单的 太极拳 说是运动会 那一个礼拜 我没怎么出汗 我天天像个公园老大一样 来了来了 注意安全 活动开 到了最后一天 有个团体项目 接力赛跑 朋友们 我很久没有赛跑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要用我的双腿去战胜别人了 我在生活当中什么时候会赛跑 我在地铁换衬的时候 我看见边上那个哥们走得比我快一点 你在开什么玩笑 拍到表演还好 而且我走着走着 我会突然来一个这个 你们会吗 再加速一次 这什么 这生活推了你吧 Come on Be quick 我跑第一棒 发灵枪一响 我感觉身后蹿过去三四个黑影 我当时就觉得 我是在前进吗 为什么每个人离我越来越远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当某一个物体快速经过你的时候 你的身体上会有一些下意识的自然反应 我不由自主地就发出了这样一个声音 我那天像只会跑的尖叫鸡一样 比完赛主办法也挺热情的 给我们所有人包了一次头等舱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次旁边坐的是彭玉燕 你们有跟彭玉燕坐过飞机吗 朋友们 你们知道跟彭玉燕坐飞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就是你会完全忍不住想要看它 这件事情无关乎于性别 哪怕我是吴彦祖 我坐飞机的时候碰到彭玉燕 我都会放下手里的行李 雷猴啊 彭先生真的长得有点过分帅气了 整一个在等待飞机起飞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看这个男人 我连安全演示片我都没有看 我一直在看他 告诉大家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常识 就是当你对某个人感兴趣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看 你记得用你的余光看 你不要瞪着人家 哪怕我是彭玉燕 旁边坐的是吴彦祖 吴彦祖一直这样 你嚼了这个事什么呀 一打无糖口香糖 嚼出我的范儿 兄弟要不来两连 也挺奇怪的对吧 紧接着飞机起飞的 进入到了平飞的阶段 大家在平飞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彭先生开始给他的朋友发语音了 我是真的没怎么见过世面 我给空姐叫过来了 我说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她可以上网 空姐也很礼貌 很小声地告诉我 先生 其实你也可以上 那我要怎么上来 空姐说 先生 你扫前面靠背上的一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我说我没往怎么扫这个二维码 空姐说 对 先生 所以你一直在起飞前扫这个二维码 所以你一直在起飞前扫这个二维码 可以啊 我起飞前没有扫二维码 我都在看彭艳 我连安全演示片我都没有看 所以我当时脑子里真的有个想法 要不要让彭先生给我开个热点 但是我忍住了 朋友们 我觉得明星跟超新星之内还是应该保持一些距离的 不过在我跟空姐产生这段对话的过程当中 我很明显听到彭先生发出这样一个声音 我说我没往怎么扫这个二维码 彭先生 我觉得这帮明星朋友平时压力应该也挺大 应该很久没有经历咱们正常会经历的小困难 小挫折小尴尬了对不对 那么今天彭先生会不会来到咱们录制的现场呢 不可能 他抢不到观演资格 他勇往他也抢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 过得好吗 过得开心吗 朋友们 他特别像那种夜场大嘉宾是吧 今天来聊一聊我的情感生活 其实我觉得谈恋爱就是一个互相探索的过程 只是每个人探索的方式不太一样 我女朋友就特别喜欢让我做微信里的那些性格测试题 她天天都测我 我感觉她想把我查清楚 我个人是不太相信的 因为我觉得人很难通过测试题来真正的了解一个人 有一天早上我刚醒来 她给我推送了三个链接 我真的感觉自己在跟一个公众号谈恋爱 第一个是测我是16种人格当中的哪一种 比较正常大家都做过 第二个是测我在河泄露之后 会变成什么动物 第三个是测我在火星上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且不说有多荒谬 但我都做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我 一只性格善良单纯的比特选 在火星上一个月能挣5000万 为啥 比特选真的是比特币吗 越往后给我发的链接就越奇怪 有一次他给我发的链接 据恐怖点进去只有四张图 要求也特别简单 让我凭我的直觉任意选择一张 他得也知道男生没什么直觉 我们只有后知后觉 我们的任意就是随意 我真的就随便选 就在我选定的那一刻 我的女朋友 给我发了一篇论文 带参考文献的那种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只是随便选了一张图 就有一篇论文 来解构我前25年的人生 你们知道那篇论文有多长吗 就是我看完那篇论文 我再点到那个链接里面 那个链接已经失效了 已经被人举报了 我很费解 因为我觉得发链接的女生 应该是不会举报 这样的链接的 那么会是谁呢 一定是千千万万 像我一样 善良单纯的比特犬 测完之后 反手就是一波举报 我让你测试我 我叫你知人知面 不知心 而且你们知道 像我们这样的直男 永远不会相信测试的 结果永远不会 因为我们总会想要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呈现给对方 因为我第一次走完 我是一只月薪三千八的鸡 这也太不帅了 鸡就算了 月薪三千八 你在开什么玩笑 个睡都不用交 我就又做了十几遍 我发现比特犬挺帅的 月薪五千万 那就五千万 对吧 人总是这样 你总是会在恋爱的初期 想要去传递自己最好的一面 但是当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根本不是这样 你知道吗 男生的世界非常单纯 没有任何的测试 你们知道 一个男生在独居的时候 或者是群居的时候 我们过的是一种 什么样的生活吗 我们过的是那种 不做任何准备 不制定任何生活计划 没有任何缓冲的日子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去过男生宿舍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的话 你可以做个实验 你可以敲敲男生宿舍的门 然后问 走不走 所有人套个外套 他就跟你走了 他也不知道出去要干嘛 也有不套外套就跟你走了 传个人字拖 在那打一拳 走 所以有些时候 你在路上 你看见一群男的 乌洋洋的向你走过来 你不要担心 你不要害怕 他们可能也不知道 自己要去哪 很有可能只有 其中一个大哥 想去对面的便利店 买包烟什么的 因为只有他目光坚定 目标明确 他身边的那圈朋友 像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一样 但没办法 一句走不走 就能喘这么多人 男生是可以完成 两句话以内的约定的 走不走 走 来不来 来 赌不赌 赌 男生特别喜欢打那种 没有任何意义的小赌 我们有些时候打赌 连赌注都没有的 你要是能摸到那片树叶 算你厉害 你在开什么玩意 回来了 你在开什么玩笑 算你厉害是个啥 算你厉害是男生世界里的最高荣誉 我真的觉得中国队在中场 不需要做什么调整的 只需要主角恋打一些机械 哎 下半场 谁要是能搞个球进去 算你厉害 再上场就不是十一个球员了 十一头野兽 真的没有一个男的能够抗拒 这四个字的那种挑衅 你知道吧 我来跟他解释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男生不想思考 我们脑子里不放东西的 但如果你给我一个选项 我立马乐意参与其中 所以你跟男生待久了 你会发现他上面有很多很奇怪的习惯 你跟他走在一条路上 他看见一个公共厕所 他就进去了 他可能有没有那么需要 但他会觉得 来都来了 Why not Why not 我觉得Why not 这个词组一定是男生发明的 巨直男 你们不觉得吗 就是一种OK将就 我都可以 但是我身边的女生朋友 比男生要细心很多 他们会说Why Why Why you do that Why 你们有没有觉得 男女生可以用这两个词组 吵架吵一个下午 我女朋友特别喜欢做美甲 而且她做完美甲那一天 整个人特别开心 手务足道 莫名其妙 跟我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你感觉她也不想赢 她只想出布 我一开始不太理解 人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 来修饰自己这么细微的一个部分 然后她就跟我解释 她说 做美甲 对于女生来说 是非常美妙的一个消费体验 因为一般的美甲店的环境都还不错 对吧 你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指甲油的颜色 你可以看见自己的手指 慢慢地变好看 美甲石还会攥着你的手 说哦 你的手真好看 对吧 没有哪一个部分是会让女生不开心的 但是对于男生来说 我们不会太在意这种消费的体验 我们只在乎结果 你给我结果就行了 我甚至觉得有些消费场景 只针对男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 商圈一层的十元快剪 十元速剪 十块钱快速给你剪一个头发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次 那一次就够了 说实话 十元快剪真的太快了 效率也太高了 你进去没有理发师跟你说话的 我进去那个老板看了我 朋友们我上次用 跟别人打招呼 还在高中的时候 像同桌把卷子给我看一眼 我就坐下来 一般在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提自己的需求 对吧 给我来个墨西干 但是在这种十元快剪 你没有这样的权利 是老板告诉你 你能剪什么样的发型 因为他只会两种 光头和寸头 不然为什么快呢 一个男生突然要剪光头和寸头 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 我还在那考虑这件事情 老板的推刀已经开始推我后面的头发了 我说老板你稍微等一会儿 我还没有想好 他说没有关系 无论你选哪一种 我都要推你后面的头发 我说那你上面好歹给我留一点 他说行 寸头是吧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寸头就是最好的选择 然后他就火力全开了 拿推刀直接上 我感觉自己就错过了一通震动的微阶来电 他就剪完了 非常的快 非常的迅速 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我在进到这家理发店的时候 我发现它跟一般的理发店不太一样 它没有洗头的那种水池 它连喷壶都没有 这家店没有一滴水 我在想他怎么清理我的这些碎放 这个时候老板从天花板上拽了根管子下来 再把开关打开 那是个吸尘器 有谁要在天花板上掉一个吸尘器 你们有被用吸尘器吸过自己的头吗 你们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你会觉得我脏了 我好想逃 但我逃不掉 声浪非常的大 我整个人被笼罩着 我被吸完之后 我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 我在想 十块钱也是钱 我怎么说也是个消费者 我还是个小明星 为什么要遭受这一切 这个时候老板俯下身来 我以为他要安慰我 老板拍了拍我 让我把钱付了 我付完钱出去 我女朋友在对面一家美甲店做美甲 她还没有开始 这个好玩 我就剪完头发出来了 她也很诧异 很快吗 什么感觉 我说便宜 但没有尊严 所以我现在 我再去到一般的理发店 剪个头发 七八十块钱 上百块钱理发店 我没有觉得特别的贵 我觉得 哦 我也太开心了 这帮朋友也太nice了 对吧 你还没有进到门店里面 他们已经开始跟你打招呼了 先生 一位是吗 一位是吗 好的 娜娜一位冲水 娜娜就在那 我都看见娜娜了 但有这个东西 但有这个东西显得特别专业 我觉得全中国最像特工的一帮朋友 就埋伏在各个城市的理发店里面 娜娜温柔地给我洗完头之后 她会给我引到座位上 还会提示我注意脚下的台阶 我坐到座位上 娜娜给我一个iPad 里面有个发型库 几千种发型 任你挑选 光寸头的寸法都一百多种 选定之后 Tony老师还会来跟你确认一下 先生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OK 然后她会用梳子梳我的发露 朋友们 她超温柔 作为一个男生 很少有这样的体验 她简易到她梳十次 然后捋那么一小撮 在自己的指缝当中 微微地剪出一些东西 再把我的头摆正 看一看镜子里 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理发师 你得有一些专业的动作 对吧 来让你的顾客感到放心 很多男生都有这样的体验 你在一个理发店里 待待两三个小时出来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只有这两边的饱和度 稍微低了那么一些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从这样的理发店出来 整个人自信很多 对吧 我在见到我女朋友 她说你什么感觉 我说贵 但贵贵的道理 谢谢大家